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我爱发明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 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彭老师 欢迎彭老师参与今天的节目 在上期节目当中 相信收看的观众朋友应该有很深的印象 我们认识了一位既执着又勇敢的发明人 他只有小学文化 但是却发明出了一套汽车被动保护装置 而且他还亲身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碰撞试验 他叫贺亮才 是 很少有人敢亲自开车这样做实验 但是他做了 对 而今天他带来的是汽车主动保护装置 就他自己所讲 这个发明应该说是更加的有想法 更加的不可思议了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发明人贺亮才发明项目 汽车主动保护装置 贺亮才有个习惯 但凡他认定的东西 不管能不能成 一定要先试一试 实际是这样的 一直是失败 一直是真根 如果是你怕失败 这运运达不得真根 而自从成功做出了那套被动保护装置后 贺亮才的信心可谓是更足了 这也愈发坚定了他想要杜绝车祸的远大梦想 想要杜绝车祸 这目标听起来似乎有些大 但在贺亮才看来 那并不是不可能实践的 因为他心里早已有了主意 不满足于被动保护装置 只是降低伤害的效果 贺亮才要发明一套 彻底不让汽车碰在一起的装置 他认为 要想减少车祸 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不让汽车撞上去 但是 怎样才能创造一只无形的手 在关键时刻来代替驾驶员 踩下刹车呢 贺亮才翻阅各类资料 开始了他又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 老贺的想法引来了大伙不断的质疑声 确实 要想让一辆汽车智能识别障碍物 并在关键时刻实现自动刹车 这个难度对于只有三年上学经验的贺亮才来讲 显然不是个简单的活 来自街坊邻居和亲朋好友的压力 一度让贺亮才门也不想出 愁眉不展的他 放松的唯一方式就是看电视 谁知这一看 竟然还真看出了门道 这一天 他和往常一样 拿着遥控器挑选电视节目 突然 他脑袋有些痒痒 于是就顺手挠了挠 就在他把遥控器指向身后墙壁的瞬间 他发现前面的电视机竟然换台了 而正是这个常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小细节 却给贺亮才带来了灵感 他反复试过好多次后发现 即使对着墙壁 遥控器也一样能让电视机轻松换台 于是他想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原理运用到汽车保护器上呢 他把想法迫不及待地告诉了相关领域的专家 可谁知专家们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但是专家的否定并没有让他退缩 这就是贺亮才的性格 反倒让他更加下定决心 一定要弄出来 证明给他们看 贺亮才立马买了一套红外装置 由专门找工厂定做了一个小型电机 还联系到湖南某大学电子领域的专家 按他要求设计编写好了芯片和程序 就这样贺亮才竟然自己动手 组装出了一套汽车主动保护装置 如果现在我就是那个障碍物 这个怎么工作您给我演示 这个很买心 这划筛 遇到几名装备部以后 它就反复 缩进去了 缩进去是不是代表它就 它就已经刹去了 我拉开 它就马上崩溃了 你看看 它就马上崩溃了 这个力量可以拉得动刹车踏板吗 刹够有余 不够了 对 稍微试试看吧 你有信心啊 有 肯定能管用啊 肯定能管用 好吧 那咱们装上试一下 好 先试试看吧 连起来好像很方便的样子 非常方便 但是更远心 连了更更远心 要跟那个刹车踏板你的 就把那个软钢丝绳子 你的刹车踏板上 你用破坏这个车 一定会破坏 这么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装置 真能让汽车自动停下来吗 何良才准备在室内 进行第一次测试 实验的厂房里很空旷 何良才在车子的正前方 摆放了一个贴了反光条的挡板 作为障碍物 车子静止向它开过去 如果驾驶员不踩刹车 车子会自动停下来吗 车子启动了 结果会怎样呢 这些东西还料 进来一层擦去吧 没事 那这有个真根啊 对对对 有效果了 也效果了 还没擦去 环境是这个东西停下来的 说明您的这个道理是行得通的 对对 分身真根的 为了保险起见 何良才和徒弟在空旷的车间里 反反复复 测试了上百次 让他高兴的是 装了保护器的车子 在没人踩刹车的情况下 遇到前面的挡板 都能自动停下来 这个结果让他很满意 看到室内测试的效果不错 何良才迫不及待的 把车开到了户外 准备到路上 好一圈 影响您那个正常驾驶吗 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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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还挺不影响 你们要切成我们去绝望看 看是不是木的样好吧 那家里有 你坐回您坐稳 我坐稳了坐稳 哟 挺好的 挺好的 刷车的 刷车啊 还要等一下 我这距离 哎 蛮好蛮好 来近一点 一下午的时间 何良才就在这马路上 带着他的保护器 玩起了追车游戏 上路的试验结果 让何良才十分满意 他反复测试了几次后 看到天色已晚 就满心欢喜的 准备收盾回家了 可谁知 当大家走到一条 狭窄的道路口时 装了保护器的这辆车 突然出状况了 虽然前方没有障碍物 但车子却频繁的 自动刹车 空旷的道路上 保护器能正常工作 可一遇到狭窄道路 他就判断失灵 甚至干脆自动刹车 不能走路了 从远处看 车子一顿一顿的 就像个跳动的蛤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当前方车道空旷时 由于红外光的信号 会随着传播距离而减弱 因此 保护器便能不受干扰 而一旦进入狭窄车道 两侧出现的栏杆 树木等干扰物 就会被误判断为车辆 保护装置便会立即启动 控制车距功能 不断减速刹车 从而影响了车辆的 正常驾驶 回到家 赫亮才拿着红外发射器 对着墙壁 反复比划 他琢磨着 要想规避掉 马路两旁的干扰物 就要让探测范围变窄 且必须控制到和车身宽度一样 才能彻底避开干扰 那怎样才能把散射的红外光聚集起来呢 他想到了小时候玩的手电筒和凸透镜 于是他立马找人 定做了一个小型的透镜 再用镜筒把它装起来 安装到车上 准备再去试一试 这一次 我们刻意来到一条 只有两车道宽的小路 虽然道路周围都是树木 电线杆等干扰物 但是经过多次测试 和两才终于确定 保护器不再受周围干扰物的影响了 即使是狭窄的车道 即使路旁布满了树木和栏杆 只要前方没有车辆 保护器就不会乱报警了 然而 就在他高兴了还没几分钟的时候 却又出现了一个致命问题 停下来呢 怎么停下来呢 拐弯的时候应该是打着这个电线杆 那可能这次就是电线杆了 发现了一点点影响 看来还是干扰了 还是干扰的 保护器让车子不能正常转弯了 只要转弯处有障碍物 保护器就会自动减速刹车 这可让树梁材 很没面子 光颜直线传播 连小孩都知道的道理 就算树梁材有再大本事 也不可能让光转弯呢 可这个问题又必须得解决 不然 保护器根本没法上路 于是他琢磨着 既然不可能改变光颜直线传播的定律 那可不可以让保护器 在车辆转弯时停止工作呢 灵感一来 核梁材立马调动大脑里 积累多年的汽车结构经验 决定在转向开关上做文章 一旦打转向 切断定律 切断定律以后 这个主要是根捉 所以就团团不走的 就是说让它在转弯的时候 咱这个装置 就根捉到 果然采用了这个办法后 装了保护器的车子 任意转弯都不成问题了 但是 何良才明白 要设计一套完善的主动保护装置 任务可没这么简单 他开车在路上兜了一大圈 一方面是因为 解决了问题心情高兴 另一方面 其实他还在寻找 保护器其他的不足之处 果然 新问题出现了 也许是天色已晚 大家急着回家 在一个岔路口 一辆小小车 从我们侧面 快速地擦了过去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刚才过去那个车 差点撞上了 幸亏你踩了下刹车 大家都没缓过神了 可何良才关心的 可不是撞没撞上的问题 这么近的距离 保护器竟然没有报警 何良才白思不得其解 他回家把自己 关在黑屋子里 反复琢磨着 这束红外光线 他发现 当光源被透进锯笼之后 由于它是呈三角形状 向前发射 车头近身处的捕角位置 自然就出现了盲区 不能被红外线准确探测到 进而影响了保护器的正常工作 可是又该怎样来弥补这个死角呢 这让何良才 陷入了思维的困境 而这时候 家里人和外界朋友 给他的压力 又让他没有退路 好长一段时间 何良才把自己和徒弟 关在黑屋子里 天天和光源透进打交道 终于让他发现了一个现象 如果同时用两个透镜 叠加起来做探测 他的光源覆盖面 就会更加完善 极有可能弥补之前的漏洞 于是他立马做了两个发射装置 安装到了保护器上 准备再做一次实验 为了保险起见 何良才重新检查了 刹车踏板连接处 并让徒弟设置了 保护器的软件参数 这一次 他没再把车子 直接开到路上去 而是决定先在院子里 做一些测试 那咱们现在呢 做一个实验 你看到前方呢 放了一个纸箱 体积不是很大 您感觉您这个东西能检测到吗 应该没问题 就那么小的一纸箱也可以检测到 对 好 那咱们现在就开过去试一下 好好好 您呢不要自己踩刹车 好吧 绝对不会 不开以后 你要可以叫吉他人来开 好 那咱们看一下 这个车会不会走通下来 谢谢 好 在实际路况上 不同大小的车辆 行人甚至数目 都有可能成为被检测的对象 那么 究竟保护器能检测到多小的障碍物呢 测试 马上开始 怎么没有报警 猛眼开车 年过六学的他 频频挑战自己 学历于理 为了保护器 再高难度 他也毫不畏惧 究竟怎样的勇气 让他如此执着到底 请记得收看 外发明 紧急指动 刚刚测试就失败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咱这个装置没起作用啊 刚才 是啊 这怎么没有起作用啊 可能是那个撒起的力度不够 可能我心急了一点 长长慢慢地高 应该是要调一调的 应该调一调 还好这里面是香 对对对 那赶紧回去调一下吧 这个参数好调吗 好调好调 好调啊 对 不要忘记了 不麻烦的 我走 调整好参数后 赫亮才再次出发了 这一回 他的保护器 还会再让大家失望吗 停下来了 他停下来了 我怎么看到您在半中间还停了一次啊 他赶了一时松 他也要补上一下 真实上 对对 是他自动操作的吗 是他自动操作的 您确定不是您自己踩的刹车啊 不是不是 一定不是 对对 这一次车子顺利停了下来 但是我们的难度还要增加 来 放这个纸箱试一下 刚才那个纸箱有这么高啊 大可以的 60多公分 60多公分 对 现在这个小了一截 小了一截 咱的这个保护装置还能检测到吗 那 试试看吧 试试看 你有信心吗 有信心 有信心啊 对 那上车咱们试一下 好 箱子越扁越小 赫亮才的保护装置 还能行吗 停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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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动停下来的吗 自动停下来的 没想到这么小的这个障碍物 您这个还能检测到啊 能能检测到啊 刚才没有自己踩刹车啊 没有没有 确定啊 确定 不过话虽这么说 相信很多朋友 也和我们的记者一样 一直心存疑惑 驾驶员真的没有作弊吗 可是 在没条件实现 无人驾驶的情况下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唯一的办法 只能是把驾驶员的眼睛蒙起来 蒙起眼睛开车 恐怕没几个人敢这么想 可是 为了向大家证明 真的是保护器在起作用 喝两财坚持掉 试一把 好吧 行 那现在咱们上车吧 紧张吗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呀 对 您这胆子还是真大 来慢一点上吧 挑战自己的极限吧 挑战一下极限啊 对 慢点 您要是现在说放弃 咱还来得及啊 不说放弃的 我要调节一下自己 要挑战一下 对 因为我到自己的保护器 是非常有信心的 非常有信心 对 行 您要不舒服了 您就说一声 或者自己停下来就可以 好吧 好好好 好的 左边 左边 好 试一下保护器 这就开了是吗 开了开了 确定什么也看不见啊 看不见啊 什么都看不见 注意安全啊 你一定要把方向盘拔死了 好吧 好好好 保护器 我把人买的也保护器 是吗 对对 这要警察到的 肯定会感受刹车 肯定会感受刹车 对对 好 我会在旁边提醒您的 如果您听到我的声音 赶紧刹车 好吧 慢一点啊 好 祝您成功 加油 加油 老赫蒙着眼睛上车了 这次的考验 可以说是难度系数陡增 并且带着一定的危险性 喝两财和他的保护器 还能应付得来吗 报警了吗 报警了 为什么没有刹下来 他已经报警 已经感受了 因为当我这个嘴发抖 发抖就发的 可能是眼睛大的一点 他又发抖油 又要夹起来 嘴发抖啊 对 您是紧张的吗 可能又是紧张 又是一定的问题 你要吓得油 操作失误 喝两财自然很不甘心 他把眼睛蒙起来 要试第二次 为了给喝两财壮胆 我们的记者 决定坐在车里 替他观察路况 不过 为了防止他 记住指向位置而作弊 我们的记者上车前 把障碍物 偷偷向前移动了三米 这一次 老贺能靠着他的保护器 让车子自动停下来吗 击沙停下来了 挺好啊 停下来了 停下来 这次终于停下来了 就停下来了 这次头不太真的 因为你在旁边 你没有在旁边 我头发痘 哦 这次腿没痘啊 啊 腿没痘 虽然在静屋面前 保护器是让车子停了下来 但我们知道 实际行驶过程中 移动的车辆 才是真正的目标物 于是 何良才再次信心满满的 把车子开到了马路上 又是一个傍晚 光线依然有些暗 但是旁边斜蹭过来的车子 显然已经难不倒保护器了 它能准确的发出报警声 并且帮你减速 哇 它真的报警了 嗯 就减速了 对 何良才在原有探测装置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个专门 针对死角问题的发射端口 这束红外光的覆盖范围 较第一个更宽 而距离则更短 若将两个探测范围叠下 就能一定程度上 避免检测盲区的出现了 何良才开着车子 在路上都转了整整一天 宽阔的路面 狭窄的街道 随便转弯 甚至主动追车 保护器的检测效果都十分理想 至此 何良才骄傲地宣布 他的主动保护装置 研发成功了 到现在 何良才对他的保护器 算是很有信心了 但作为一个 关乎汽车安全的发明装置 我们考虑的可远不止这些 在日常驾驶中 难免会遇到风霜雨水 甚至沙尘等特殊天气 这些情况下 保护器还能不能帮人们 自动限速呢 虽然天气状况可遇不可求 但我们还是决定 要实际测试一番 首先当然要试试 最为常见的下雨天 雨天行车 视线模糊 车轮打滑 都是造成车祸的重要因素 而空中足够密集的雨滴 又会对红外光的传播 形成一定干扰 也极有可能影响到保护器 能否检测准确 为了测试保护器 在雨天的使用效果 我们找来五个消防栓 准备从不同方向 同时向中间喷射水柱 这样 达到车子正前方的水量 已经接近 大到暴雨水平了 大雨天检测障碍物 要求保护器敏感又不受干扰 它能做得到吗 我们找来一辆轿车 停在大雨的正前方 准备实地测试一下 保护器能经得住考验吗 新型色味 但是在21.81 是不是能够腾过的雨滴呢 能够实行只能化 还要试一下才知道 对对对 好 咱们现在出发 啊 好大的雨 好大的雨 哇 我撞上去了吧 不会 已经停住了 已经停住了 对 停下来了 停下来了 这个距离还挺长的 对对对 停满也挺长的 啊 所以说它这么大雨 它这个距离就停下来了 看来 雨天行驶 保护器不仅没有受到干扰 还帮助人们把车子自动限速了 听起来似乎是个不错的结果 不过别着急 您才闯过了第一管 而我们的测试 才刚刚开始 试过了雨天 再来试试大家最关心的烟雾天 为了更加真实 并且极限地模拟到实际情况 我们几乎找进了附近所有的干尸草 点燃了十几个草垛 浓烟瞬间弥漫开来 烟雾这么浓 驾驶员几乎无法变清方向 一旦撞上了前方的障碍车辆 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要是您看一辆普通的这个车 您敢从里边穿过吗 不敢不敢 为什么呀 没有这个咱们 这不是靠完的 这种自愿地掉一下 那就像这里冷漏了 要混浪了 要公路了 对 咱们试一下 全靠的保护器了 好 加油啊 加油啊 赫亮才出发了 车子一钻进浓烟里 就没影了 浓烟几乎挡住了全部世界 赫亮才有些紧张 啊 报警了 报警了 已经发黑了 对对 已经感受了 你看看 车子在浓烟中 成功检测到了前方障碍物 并自动停了下来 赫亮才十分满意 不过 先别高兴太早 更难的测试 还在后面呢 我们知道 空气中的颗粒物 也会对红外装置形成干扰 而一旦遇上下雪 或沙尘天气 这些颗粒物 便会聚集得十分密集 而且与烟雾相比 这些颗粒显然更大 更密集 于是我们就迫切想知道 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 保护器还能不能起作用 为此 我们特意布置了一个模拟环境 用电风扇吹起泡沫颗粒 聚集起来 覆盖整个车玻璃都不成问题 在这样极端环境下行驶 显然更要求保护器 要足够灵敏和智能化 我们同样在前方放置了一辆车 看看这一次 装了保护器的车子 还能不能自动减速 甚至停下来 天哪 好大的雪 停下来 停下来 这么近 看来这样的密度 还是难不倒保护器 再增加点难度 为了让颗粒物更加细腻 我们找来了面粉 大家知道 面粉一旦落到车窗玻璃上 一定会极大程度的干扰视线 考验保护器的时候到了 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 它还能帮得到 驾驶员吗 高速路 闹市区 保护器接受的考验 层层地址 萌车测试 极限挑战 保护器究竟会顺利通关 还是状况连连呢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 紧急制动 小泡沫的基础之上 还加了面粉 也就是说 这个能见度会更低了 那就难道挺大了 全国能见到要看到 前面的车窗户 这难道是 有蛮大的 很大的哈 那要不要试一下 试一下吧 这也是等我们的保护器的一种考验的吧 对 会不会担心 把人家的车撞坏啊 撞上怎么办法呢 真的够白呢 下雪了 下雪了 不要我们下去了 现在外面都是 外面都是面粉 看一下 这个车窗还行 行行行 停下来了 对于之前的测试 贺量才十分满意 但是 显然这样简单的测试 还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另外一个 同样重要 也很致命的因素 速度 一旦出现车祸 不同车速所造成的伤害 都是大不相同的 事实上 车速每提升一个单位 碰撞时所产生的能量 却在一起和倍数增加 毫无疑问 车速越高 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那么 贺先生的主动安全保护器 一旦在汽车 高速行驶的状态下 遇到了突发情况 它还能自动减速 甚至帮人 踩刹车吗 我们找到一条空旷道路 找来交警人员 拉好警戒线 并且安装了 专业的测速仪 没错 我们要在这里 模拟高速路的行车状况 做测试 由于之前测试的车速 大都在50千米每小时以下 显然这次 车子该提速了 这也是考验 保护器的时候 究竟 它还能否反应灵敏 并且检测准确呢 实验 马上开始 第一次 我们先以5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 预热一下 自己刹的车 对 停下来了 停下来了 大卡有10多米的距离吧 10多米 对 时速50千米 车子很轻松停了下来 贺良才决定 把时速提高到80千米 再试一次 直接试80啊 直接试80 你有信心 等他说话 等他说话 对 这次可真的不能装上去 80公里 如果一旦装上去 那就信任您的保护器 好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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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很紧张的 不幸的是 车子在纸箱前 并没有停下来 静止撞了上去 撞飞了吧 撞飞了 撞飞了 又撞飞了一次 看来 你们的时速也这么宽 它的杀直距离呢 就是已经超达到 它的一些极限了 贺良才认为 高速路上大部分车辆 都是高速移动的 而他设置的保护器 又不会在高速行驶时 急刹车 因此才会撞上 机女子的纸箱 他觉得 为了更符合实际 应该找一辆小小车 在前方模拟追车 才能真正测试出 它的保护器 是否有效果 可是 这样高速下的 追车测试 是十分危险的 它不能再撞上去了 前面可是一辆车 不是一个纸箱了 你看看吧 看一下 看它的结构怎么样了 好 自身出发了 好的 那咱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现在 出发 试一下 我们让前方的小轿车 同时以时速八十千米行驶 然后突然刹车 来考验后面这辆 装了保护器的车子 会不会在 无人踩刹车的情况下 自动停下来 我们看到 就算前方车辆 在八十千米的时速下 突然刹车 后面这辆 加了保护器的车子 还是自动 又及时的 停了下来 好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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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这保持的一定 那个安静距离吧 它的击撒 这个距离好近啊 对 差一点撞上去 安静距离 这一次 核辆才要挑战的 是一百千米每小时 大家知道 速度越快 车辆的制动时间就越长 车速一百千米 真的可以吗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车子已经出发了 好 一百公里 好紧张 车速提起来了 坐在车里的三个人 显然不是那么轻松 车速已经提到了 一百千米每小时 这时 前面的车子 突然刹车了 一百 哇天 哎呦 好真心啊 来下去看一下 下看一下 多少 四米 四米 啊 幸亏停下来了 我的天哪 你要是再停不下来 这四米的距离很短的 一下就撞上去了 对 好危险 吓了我一跳 我们看着也很惊险 我以为刚才停不下来了 你知道那个车还在往前走 还在往前滑啊 刚才我们跑的这一次有多少 快的 我这车的是达到了98 98公里 两两辆时速一百千米的轿车突然紧急制动 而不同的是 前面车辆是人才的刹车 后面的黑色车子则是在贺亮财先生发明的主动保护器的帮助下 自动完成的 我先挑战 挑战一百十公里 因为高速跟着还是一百十公里吧 我能够低于高速跟着吧 我先挑战一百十公里 一百二十公里 如果撞上去 咱俩 我也在现在 我不会拉四米来开玩笑的 你放心 是吗 还对 好吧 那咱们上车 上车 我再聘明一次 好好好 时速一百二十千米 这在国内部分高速路上 已经超过了限速值 更何况长地前方的制动距离又十分有限 如两辆车真撞在一起 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 贺亮财决心已定 我们的记者竟然也坐了上去 或许是贺先生的执着和勇气 给他撞了不少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 好 咱们现在出发 出发 我们看到 两辆车的速度都十分快 并且前后紧急 加速表已经逐渐逼近 一百二十千米每小时 这时 前方的车子突然减速停车了 经过一段滑行后 装了保护器的车子 终于减速停了下来 我的天哪 超级补俗器 先行钓鱼法 还有搞怪的古人坦克 究竟国外发明家们 会有哪些奇思妙想 请收看外发明 智慧补缩 吓死我了 前面的车 跑过之后 那个灰尘给扬起来 它也给你们输了 灰尘也给剃减速了一下 对对 这样没剪的话 没剪的话 距离更近 跟总的 吓死我了 直接就往上撞 经过了这样疯狂的测试 贺良才终于要把车子 开到真正的高速路上去了 其实 他之所以坚持冒险做实验 也是希望保护器 能在实际行车时 更可靠 咱们现在就上高速上试一下 行 我马上也到了 再试一下 你感觉你的保护器 能正常工作吗 能正常工作 现在已经上高速了 上高速了 咱们马上就试一下吧 我这就是这个 好 旁边这辆大火车 好 对 去看看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像您说的这样 可以自动保持车距 肯定的 肯定能啊 在家里有 高速路上行驶 保护器的 报警减速功能 还是很灵敏的 贺两财总算松了一口气 可是我们还不能就此下结论 保护器还没有经过另外一种常见路况的考验 那就是慢速行驶在拥堵的事 我们知道城市里车辆密集 车距很近 这种情况下 保护器会有怎样判断呢 可问题好像没有贺先生想的那么简单 开始行驶时还挺顺畅 但当我们走到一条狭窄的小路时 状况出现了 由于这条街道十分拥堵 车子密密麻麻的 围在我们周围 而偏偏这时 保护器 似乎也闹情绪了 这走一圈好像有点不错 顺畅 我感觉咱们这个老师 挺住了 你看走不动了 太拥有了 太拥有了 你烧得出鼓掌了 哦 出鼓掌了 这沙车没有松开 哦 那那那那那赶快紧着一下火吧 杀死了是吗 得不得那那赶快紧着一下好吧 你去拿工具 赶快 出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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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赶快赶快 你眼睛快一点 怎么了师傅 出锅子 出锅子了 什么的 出锅子了 快一点 出了好多车 对对对 没办法 周围的喇叭声 此起彼伏 这让我们 很不好意思 何良才赶紧叫徒弟 把保护器拆掉 赶快把它拆下来 你去把这个钢子 拆下来 不然它拉住了 啥子 它们一直拉着 开不动了 哦 这个东西 还得回去 还得 赶紧 紧紧紧紧 我们跑边 推一下吧 好好好 我们先回 车子终于恢复心事 试图二人 也只好灰溜溜的 回家了 高兴没多久 就遇到如此致命的问题 何良才琢磨着 一定是参数设置 不够合理 他和徒弟商讨后 重新修改了 程序参数 让低速状态下的车子 能自动忽略 保护器的刹车功能 从而巧妙地 规避了这个问题 当他们再次来到城里 路上的车辆依然不少 但车子已经能够正常行驶了 而且当车局太近时 他仍然发出报警声 提醒驾驶员注意车局 只是不会再随便帮你刹车了 到现在 贺良才的保护器 才算最终完成了 他也终于迎回了 妻子的支持 但是 考虑到保护器的实用性 大家一定很关心 他探测的准确性 究竟如何 为此 我们特意准备了一项 有趣的极限挑战 等着他和他的保护器 我们用反光条 纸箱和行人 组合出一个 类似迷宫的路况 然后把车玻璃全部蒙了起来 没错 我们要让驾驶员 完全依靠保护器的提示 在障碍物间找出口 而实际情况是 符合这辆车子宽度的出口 只有这一个 这样的挑战 恐怕没几个人敢来尝试 车身四周被蒙起来 坐在里边的驾驶员 几乎没有任何方向提示 更别说 面对的还是如此复杂的迷宫路况 那么 贺量财的保护器 能帮助驾驶者 成功闯关吗 为了防止作弊 我们准备挑战的测试员 需要被蒙着眼睛 带进试验场 尽管他熟悉自己的保护器 但是这样复杂的环境 他绝对是头一次遇到 慢一点啊 在找你的保护器 对对对 保护器已经装好了 对 既然接受了挑战 就没有退路 看看这位小伙子 能否在这复杂的环境中 找到出路呢 现在就看你的保护器了 祝你好运啊 现在出发 出发 前方有障碍了 前方有障碍了 对 刚进入场地不久 他就闯入了一个死角区 这个拐角处看似空旷 实则四周不满障碍 连反光条都会让保护器报警 哇 这么多张 到处都有 左边走不通了 我不习惯 真正开着 不习惯是吧 对 这个太有难度了 这个超出了 我都想先了 快要撞到纸箱了 幸好他请示止步了 我们是不是撞到什么了 张晏如 你挂一下 是不是 很恐怖 在开着很恐怖 对 这边看来还可以走 可以走 对 就好像保护器这双眼睛 帮着赵公看懂了前方的危险 他临时改变了轮胎方向 向右走 回到了正确位置 顺利转过了第一个弯 本以为一切都顺利了 可就在这时 状况又出现了 这是迷宫的第二个关卡 垂直的转角处 留给车子的活动区域 十分狭窄 技术不好的司机 就算看到路 也不一定能拐得了这个弯 好像装的东西 不会 不会是人吧 应该不会是人吧 因为应该会发出声音吧 我们要不要求救一下 可以求救一次吧 我们有没有挂到障碍物啊 差一点就挂到了 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 就差一点点了是吗 好的 好在有惊无险 胜比再忘了 看来我们已经出来了 你确定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不管我怎么管完 还有没有出现报警 肯定出来了 特地出来了 你还有信心啊 对对对 好的 不然咱们停车 下去看一下 好 下去啊 恭喜你 你走出迷宫 看哪一下 这么多人站在这里 原来这么 看一下 保护器的表现 让大家都很惊喜 但毕竟 这些都是土办法测试 从头到尾 也没有实现无人驾驶 因此 为了得到更权威数据 我们再次来到 湖北省湘凡市的 国家车辆重点实验室 实验员把双侧车门打开 强制压住油门踏板 让车辆处于模拟驾驶状态 启动发动机 加速 后轮快速旋转起来 实验员则开着另一辆车 本不同速度 靠近被检测车辆 我们看到 刹车灯呼闪呼闪 刹车踏板 竟然真的自动踩了下去 而刚才飞速旋转的车轮 也明显减速了 黄色车子离开后 车轮又恢复了速度 目前 赫亮才的主动保护装置 已经在一些校车和家用小校车上 得到了安装 赫亮才发明的汽车主动保护装置 利用红外探测原理 能根据车速智能判断安全车距 保护器会自动报警 减速 甚至刹车 这项发明 对于新手驾车 甚至应对驾驶员误操作 或不操作等情况 都能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避免车辆碰撞的作用 赫亮才已经设计出了 主动和被动两套汽车安全保护装置 如果能够把两套装置 集合起来用 那就是双保险了 可以考虑一种乌鸡刹车的方式 就是根据不同的这种安全程度 采取不同的这种刹车的这种力度 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了解更多 我爱发明的节目信息 或者想把您的好的想法 和我们分享的话 欢迎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新浪微博 今天也再次感谢彭老师 来到演播室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继续关注 科教频道的其他内容 超级捕蜀器如何让捕蜀轻松愉快 新型钓鱼法能否让大鱼上钩 古人坦克能否有效打击犯罪 关注国外发明家门人 其次妙想 请收看外发明 智慧捕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